各位大家好 這臺啊是 dji pocket 3 我使用這臺啊 已經超過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當初啊是一個相機的驚嚇商借我做測試的 我測試不到一個小時 我就決定要買這臺了 這臺他的設計的目的啊 就是做一些 v blog 啊 還有一些自拍的這樣的應用 然后呢他也升級的這些螢幕的這些大小 而且啊這感光年間也變成一英寸的 對於拍攝的這個品質來說 是非常非常的足夠 這臺他的目標客人啊就是 拿手機拍照 然後再加穩定器的這樣的人 對於品質非常的要求 而且是用手機去做拍照的這樣的一個客群 你絕對要買這一臺 因為他百分之百 可以取代掉你原本的這樣的使用習慣 像我才是去那個 三峽的這個煙山啊 你可以看一下他拍攝的品質 一英寸真的不是蓋的啊 他的那個 畫質啊還有他的那個流暢度 還有細膩度 還有他的動態範圍 真的是不能比的啊 另外還有最重要就是說 因為他有自帶這雲臺嗎 你可以做一些很特別的縮時攝影 原本這樣10分鐘 攝影的這個樣的畫面 把它縮成10秒鐘 就會做出一跟別人不一樣的這樣的縮時攝影 我覺得這臺 做這個影像創作啊 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我今天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我們剛才講的是做Vblock的應用嘛 那如果我今天拿來做這個行車記錄器 到底會怎麼樣 我建議你買一個這個 C盤啊是三個的 萬一如果哪一個掉壞掉的話 他不會馬上掉下來 因為他那個PAKESA 3 他這個是那個 物理性的雲臺 如果掉下去的話 這個一定爛掉了 然後呢PAKESA 3他有兩個配備嘛 一個是短的 這個一個是長的 這是行動電源 你就用短的連在這邊 等下把這個 PAKESA 3把它 塞進去 就當行車記錄器了 你看嗎 這樣就變行車記錄器 還有一個要特別注意的小細節 就是這個面板要朝下 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面板朝下的時候 你這個頭朝前面的時候 這個頭可以朝上很高的角度 那如果是顛倒的話 這個頭就沒辦法朝的很上 他角度就一點點而已 只有面板朝下的時候 這個 雲臺的角度啊 他可以往上仰 往上仰才不會照到這一個平面啊 你看吧 連線完之後 你就用你的手機去控制他的位置啊 感覺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還蠻正的哦 可以好 那這樣就可以開始錄影了 錄影 哦就開始錄影了 在當這個行車記錄器的過程中 你可以插入那一條充電線啊 保持著這個paki3這個邊使用邊充電 這樣才可以維持他的這個續航力 其實啊剛才會做這個行車記錄器的應用啊 其實因為我月底的時候我要去日本這個開車自駕 我想要把這個汽車 裡面拍的那個風景把它完美的呈現下來 所以我就會想用這台做這個行車記錄器 另外一個大膽的應用啊 就是拿這個dzi pocket 3拿去做直播 他的直播應用有什麼接口 這個是最簡單的結果就是usb webcam的輸出 你假如將這個usb的傳輸線連接起來 然後連接到你的電腦的時候 你看他的背面這邊會出現網路攝影機 你敢按確認 好這樣子他這時候他就會變成一絲 webcam的畫面了 然後我可能隨便打開一個 比如說google meet 這個試試看 發起 你看就抓到了吧有沒有 啊 你看我這個畫面就是來自于這個dzi pocket 3 那有人詢問說 哎我在做這個webcam模式的時候 他還會不會人臉辨識 是可以的 是有的你把這拉下來然後這個打開來 有沒有 然后呢 我們這邊再按兩下 好他就啟動了 你看哦我現在的人在這邊 然後我頭這樣移來移去 移來移去他就會跟著移 有沒有你看這個雲臺也跟著移哦 所以啊他變成webcam模式的時候 仍然是有這個人臉追蹤的這個 功能啊好 然後我們再介紹一下說 這個webcam啊蠻特別的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橫式的嗎 好我們來看看直式的會發生什么情況 直式的時候把打開來 他這邊是直式的webcam 然後我們再打開這個 軟體看一下 他這邊拉你看哦他這邊也是有這個解析度 你看他有提供 這個直式的解析度 還有橫式的解析度 如果你打開的是橫式的解析度的話 他就左右補黑邊 齁這樣子 他就是這樣子左右補黑邊 然後另外呢他有提供這個直式的解析度 這個直式的解析度這邊 好我們會用 obs 去測試看看啦 obs 把它打開來 我們去抓這個直式的影像 好去抓 去抓這個直式的 這一個應該可以抓的到那個 1080x1920去抓 好抓 所以你看他是沒有問題的是可以抓到的 那我們現在在 再顛倒一下 我們再把它變成橫式的會怎麼樣 那我們再看看的話他的直式解析度還會不會存在 那個 obs 看看 你看我現在是橫式的然後我故意去抓直式的影像 來我們看一下 去抓直式的 1080x1920 所以你看了他就會變成是 這邊是直式的 然後就呈現這樣子 所以啊意思是告訴我們說 當你這一個 dji pocket 3 打成橫的時候你的解析度去抓橫的 如果是打成直的時候 那你就去抓直的解析度 這樣就不會有錯誤了 這個dji pocket 3除了剛才講這個 usbc webcam的輸出之外 他本身也可以直播到這個 YouTube或者臉書 但是我實際測試 這個臉書直播 YouTube直播 有這台機器直接面對 這些平台 不太好 因為他的 第一個他臉書直播目前有問題 無法連線 第二個YouTube直播我測試了 老半天還是出不去 他會一直就是變成排定直播 然後我也試著把那個 YouTube後台的直播的一些選項全部砍掉 也都沒有用 所以我的結論是 你要用這台 直接直播到YouTube或者是Facebook 請你 不要用 他內建的FB或YouTube的 連結這個直播 我們還是採用RTMP的方式 但是這RTMP的方式 並不是 要讓大家去折騰說 去copy RTMP或金鑰 這個太麻煩了 我要介紹另外一個很方便很方便的方式 叫做restrict 就是這個restrict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我們平常是這樣子 就是DJI Pocket 3 直接直播到這個YouTube平台 那我們現在不要這樣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DJI Pocket 3 直播到這個中間平台 這個中間平台就去面對這個YouTube跟Facebook這樣子 那這邊的金鑰跟這個RTMP就貼到這個 DJI Pocket 3這樣子 就很方便了 因為這個平台是非常非常的專業 而且目前是免費 然後你就準備一隻手機你可以用ipad iphone或安卓 然後就打開這個dji的app 哦你看哦 這個 dji pocket 3的影像啊就無限投影到你的 這個手機上面 我們現在做直播嗎然後按這個 那我們按這個rtmp這個直播 開始 好 那我們要先 連接你的 網路就是wifi 如果你是這個 戶外的話 那你就連接你手機的wifi 啊這個febom store是我公司的wifi我就按點下去 按確認他就會去連線這邊轉轉轉就連線了 好確定無誤沒有再轉了我們再去 設定其他的解析度我設720p 然后呢 分辨率我設30幀 自動好 等下這個金鑊我要貼上去這個金鑊怎么貼呢 來你先準備一臺電腦 這只要一次就好了你就去打這個restream 打下去那你用你的google或者是facebook的 登錄就可以了登錄進去就長這樣子好 請你按這個obs這個選項 我們再新增哦新增 我現在要做這個youtube直播 我們去做事件 好啦那我們再新增一個臉書 臉書我就用個人個人直播 好然后呢我現在把這個 rtmp rp 跟這個金鑊把它貼到你的這個 手機的這一串里面就可以了 這兩個貼到來啊怎么貼 你就用那個gmail去貼啊 你先到你的gmail 好 那這邊都沒有空格哦 斜線後面就直接貼哦 那傳送 那就直接跳到你的手機 去把那個email的 rtmp 跟gmail 抓出來 那個email把它抓到 好這個copy下來 複製 然后再到那邊去貼上剛剛那個dji的app 這把貼上去 貼上去之后你就按 開始 哦直播了直播之后你看一下 這個restream的這邊啦他是有畫面的 表示是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手機 fb 有沒有真的出來 哦真的是直視的直播 直視的直播 好那我們再看看youtube直播 哦你看直播了這是youtube直播 所以同一個時間點哪可以做臉書跟youtube直播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下一次直播的時候啊 我就不要電腦了我就把電腦給關掉 然後我們實際在戶外直接做一次直播給你看一下 按下去 直播 哦你看開始直播了 這時候啊你的 djpk3啊就同一個時間點直播到你的臉書跟你的youtube 透過那個restream的那個平臺 是不是很方便 這時候你的手機就可以先關掉了 然後呢 這樣就開始達成直播的目的 哦這樣子 最後啊我要分享的是 djpk3要怎么連接這種hdmi的導播機 像這個gopro啊要連接到這個hdmi導播機是非常簡單 因為你看啊這個gopro他本身啊 他這邊有一個hdmi的口 只要把hdmi給他拉出來 然後連接到這個導播機後面有這個洞嗎 1234你就按 連接進來 啊你這時候你就可以用你的手去控制說我現在要輸出什麼訊號 可是呢這個 djpk3啊 他本身沒有hdmi的洞 他只有usbc的洞而已啊 那他怎么產生出一個hdmi出來 我們要想到一個辦法就是 是不是可以將他的 usb的webcam的格式 轉換成hdmi呢 所以想法是這樣子的 這是我們公司有個產品叫做 usb攝影機 視訊轉換器 將usb webcam的訊號接進來 然後這邊就hdmi出來了 所以按照這 djpk3來看的話就很簡單 你就將這一個的usbc 連接出來 將djpk3的usb連接到這一個盒子的webcam in 然後呢再連接到電源 然後這邊就有充電了嗎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會出現一個webcam的訊號 按確認就跟剛剛連接電腦是一樣的 然後最後呢你再把它連接到電視 應該就會有畫面 你看 哎 djpk3變的hdmi出來了你看 你看哦他有這個跟蹤 哦這樣子 然后呢你只要把這一個 hdmi的接口 接到電視 開始 然后呢 這個的hdmi出來就接到這個antamini pro就可以了 你看哦現在這個導播機啊 連接兩個視訊來源一個是 gopro一個是 djpk3 那我挑成這個pgm給你看一下 好 channel 12跟channel 3 2是這個 gopro 3是dji 使用導播機就是可以做這個視訊的這樣切換切換 這樣子 你看哦這個djpk3啊 的usb 輸出 透過這個轉換器轉換成hdmi 就可以連接到這個導播機上面 就可以做到視訊的切換 這樣子視訊切換這樣子 方便啦 這樣很容易做到這種視訊切換的這種直播應用 剛剛介紹的這個行車記錄器啊 還有這個djpk3連接到這個導播機啊都算一些很特殊很奇怪的應用